HELLO 各位蘋果的粉絲們大家好 歡迎加入今天的videotalk 我是主持人麒麟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來聊的主題呢 是瘦肉精 因為政府已經拍板定案 在明年的時候呢 含有瘦肉精的美國豬肉就可以進口來台灣 有些人就會很擔心說 那含有瘦肉精的豬肉到底能不能吃呢? 如果可以吃的話 能吃的量有多少 或者有人可能擔心想說 我很愛吃豬內臟欸怎麼辦呢? 這些一螺框的問題呢 我們就要今天來請教到 台大聖上科的名醫 江志剛醫師 請他來幫我們解惑 歡迎江醫師 大家好 我是江志剛 我來自於台灣大學獨立學研究所 也在醫院裡面擔任聖上科的醫師 那首先一開始我們就要來先請江醫師來告訴我們 到底瘦肉精是什麼? 萊克多巴胺又是什麼東西? 他們是用來幹嘛的啊? 當初我們的萊克多巴胺 開發的過程中 其實是希望能夠成為人類的用藥 那後來發現他的效力 有點低 所以他就被淘汰了 沒想到發現他加在動物的飼料裡面 讓動物吃肉有另外一個效果 他會讓肌肉變多 脂肪可以比較少 所以瘦肉成量比較多 所以才被稱為俗稱的瘦肉精 可以再請醫師告訴我們說 有哪些族群的人可能需要特別注意 然後為什麼他們可能要小心一點呢? 應該是不太需要為這件事情 去做特別特別的擔心 這樣已經開版是實了 回到這樣子的管制的標準 換算成我們要吃的量 豬肉一天要6公斤 加牛肉等等的6公斤 假如有人每天是這樣子吃 我們的肉類 豬肉牛肉的話 你的蛋白質攝取材料 實在真的多太多了 這個風險 遠遠超過 你可能暴露瘦肉菌裡面 來克多巴胺的風險 不能這樣吃 這樣子一定會生病的 其實孕婦 我想應該是不會有太大的風險 腎臟大概要吃 股腹的豬腰 有趣的是這個腎臟沒有新鮮質 這肝臟沒有新鮮質 因為冷凍結晶之後 結構會被冰塊的冰晶破壞 在解凍之後就暖暖 吃起來就沒有脆 我覺得它的味道一定很爛 還有瘦肉菌的豬肉的話 它可不可以透過蒸煮炒炸 就是比較高溫烹調的方式 來消滅這個瘦肉菌的殘餘量呢? 簡單的說呢 那樣做法是第一個 沒有什麼特別意義的 第二個 它假如量是很低 而且它是不會因為這樣子而消失的 你反而在煎煮炒炸的過程當中 也產生了另外一個風險 所以我們怎麼樣的食材 該怎麼樣的去做烹調 我們就按照它應該被對待的 食物應該是被對待的烹煮方式來做就好 瘦肉菌好像是運動員的禁藥吧 那如果運動員吃了含有瘦肉菌的美豬的話 會有影響嗎? 含有瘦肉菌的豬肉在運動員身上 要達到它被提到的那樣子的效果 想要達到的效果不太夠啦 我比較擔心的是 因為吃了含有這些有瘦肉菌的豬肉 在它做運動的比賽之前的檢疫檢驗上面 不見得只驗你萊克多巴胺 它還會驗你萊克多巴胺的代謝程度 來證實你過去這段時間有沒有使用萊克多巴胺 真的要呼籲運動員 你不要傻傻分不清楚你現在來源是哪裡 今天可以給我選擇 我一樣選擇台灣豬的優先 所以我要怎麼選擇 第一個 你要讓我知道我怎麼樣可以選擇 選擇到我沒有這樣故意 所以呢 國產生鮮豬肉的追溯追蹤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 政府要落實機場 看起來是政府決定要開放 那真的是要給民眾很好的回應 讓民眾有這個機會 就知道自己現在吃的是屬於有還是沒有 讓自己的安全自己管理 那在這邊我們先謝謝張醫師 謝謝你 那也謝謝今天所有參加的粉絲們 那我們今天videotalk就到這邊結束了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